那佛是谁 佛是自己 不是别人 阿弥陀佛是自信救 释迦牟尼佛是自信的清净自卑 一切法不离自信 佛菩萨也不例外 佛法成为内修 人人平等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这个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问题 这句话你听懂了没有 一切法从心相伸 你看这讲得不都是对吗 心相伸 你就得尊贵豪富 贤民挚勇 你就得到这个 心情不善 那你就得到的是朦胧 营养 贫穷 孤独 你就得这些果报啊 今天社会 墮胎的风气非常深险 他得什么果报 他就得的是孤独 贫穷 孤独 他得着果报 他将来投胎的时候 到人道 父母双亡 为什么 你一切是杀小孩 你得着果报 到牢的时候 你没有儿女 没有人奉扬你 世间人 不晓得这个道理 不知道事实真相 知道事实真相 这事情能做吗 却得太甚 现在社会 大家不要儿女 儿女是雷队 到将来 自己老的时候 没人奉扬 老人怎么样 我们常常听到 老人院里头 常常有老人自杀 自杀 解决不了问题 他深深思诗 要受这个果报 什么时候 这个债能还清 全是自作自受 我实际上 我实际上 我实际上